在梦里温度里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好呀 我是佳人 短视频行业带动了一波又一波 有才华有原质的网红诞生 很多网红的原质啊 比起专业演员好像也不差多少了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么多的高原质网红里 究竟有哪些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吧 虽说对小三级的唱功 喜欢的喜欢 不喜欢的也会挑出疑问 但是这颜质嘛 大部分人可是都在认可的 加上那能歌善舞 能够百变声线的才女形象呢 让她得以稳战平台 几大顶尖网红之一的宝座 好好学习 萌寐教学的第一课 一下我讲的所有话 请务必记得 快掏出笔记 我要公开秘密 等你烂熟心底 再来尽情感激我 首先见到他人 一定要有礼貌 用意放逐着作为欢迎的礼炮 打败敌人后 要说一声对不起 你的队友就交给我 毁处理 我在等一分钟 或许想一分钟 闪闪的美 跟这期视频里的 其他所有人都有所不同 她的颜值给人一种 很自然的感觉 加上于闪闪那 独有的阳光气质 和敞亮的声线 让很多人不得不说一句 唱歌时候的闪闪 是最美的呀 丸子在抖衣上可能还没摆脱掉新人的头衔 但是人家可是从斗鱼到虎牙 再到现在 也是一只都很活跃的高颜值主播呢 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呢 喜欢他的粉丝也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小柔啊 欲梦的每一个视频 都至少能拿到几十万的点赞 传说 这主要归功于 他的高颜值配上这舞蹈啊 让很多小伙伴们 在精神恍惚间 发现自己的手指 不由自主的 已经在给他点一个赞了 小伙伴们 其实高颜值网红是超多的 今天的影片只是冰山一角 其中有你喜欢的姐姐吗 有没有不在今天的影片里 却早就迷住了你的网红小姐姐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能给一个免费的赞和免费的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